也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不大道无明强明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且有条不问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用。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恶交圣人应运出世,恶化一方。 针对当时天时底利及众生的根气,留下千经万点,穿下诸多血恶从善的修实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最后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 天地间时无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先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意,在先天之天不为天,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指。 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指。 不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惯,无所不惯,无所不通,无所不测。 万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万彻了三十三天万,万彻了千金万典,万彻了千法万法,万彻了千教万教,万彻了千佛万祖,万彻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人必须知真觉。 毕即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万众一心,万国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道与我有蛇们关系造的宝贵,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长,各有其虚。 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 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约信底,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 因此,我们不只要看求天地间的智力。 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天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 道的宝贵,并不在于他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他平时。 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他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即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出个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是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是兵贩夫走足,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与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 我们有学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可要用。 不用学习,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之士听言动。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此不增不减,本字举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平贱富贵,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治理,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不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情无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 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万灵真宰也,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约道在无身,一切万能。 道离无身,此身在无异能。 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仍必须追求知道也。 三求道是求什么进行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真理部也是一样吗? 每一分一秒。 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其作用, 虽成千上万, 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无问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 运用自如, 在眼能视, 在耳能听, 在口能言, 在鼻能闻相臭。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是, 此其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身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情无相。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静而随着天时及环境, 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提造福人类的文明。 刺激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 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 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 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灭, 也不会坏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 此真我能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秀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在这有形有象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 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君习惯也相貌肉人, 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 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科学昌明, 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质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 的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猴的脑细胞, 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地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 因此, 有形有象的肉体, 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 却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之中, 不需数十年, 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他不是永恒的, 我们称之为嫁我。 对于真我和嫁我, 有所了解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道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 但也博大精深。 其内容在求道时会强气解说。 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 首先,求道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 假若迷失真我,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 若是正假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嫁我, 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 真我, 真我, 假我, 且调容和, 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 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 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 慈悲之门。 这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 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是门无法开启, 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 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 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 被迫令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 我们可以发现到, 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命恐惧不住。 与挣扎之相, 求道就是开启我们, 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路。 因此, 来点赞! 好